在八百年前一千年前 其實那個時候的人 是會拿蝙蝠來吃的 更何況那個時候還有一些中藥啊 那些藥材 還是用蝙蝠的大便做成的 所以人跟蝙蝠在古時候啊 這個距離可能沒有大家想像的這麼遠 大家平安 我是黃聰寧醫師 新冠肺炎病毒的這個疫情 已經持續這麼久了 你對這支病毒了解嗎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在媒體上面看到一些片段的資訊 但是這些資訊沒有整合起來 所以我決定來做一系列的教學影片 我希望大家在看完這一系列的影片之後 你可以真正的了解 新冠肺炎病毒對我們人類 對我們自己的影響 還有我們未來可能會有的走勢 我們就來看今天第一個話題囉 新冠肺炎到底是什麼 我們大部分人都應該已經知道 新冠病毒它是冠狀病毒 它一開始的來源是蝙蝠 所以很多人都會說 我們人跟蝙蝠住得那麼遠 為什麼會碰在一起 讓蝙蝠身上的病毒 跑到我們人身上呢 先來跟大家介紹一首詩 這是宋朝蘇東坡寫的叫蚊子遊獸這首詩 它上面寫說 這個五日一見花豬肉 十日一遇黃姬粥 土人頓頓食屬欲見以勳屬燒蝙蝠 這個詩裡面就是他在跟他的弟弟講說 哎呀我們現在已經離開了這個京城 離開這個大都市 沒有好東西吃了 但土人有跟我說燒蝙蝠不錯喔 你可以試看看 不然你現在那麼瘦 所以你可以了解在八百年前一千年前 其實那個時候的人 尤其是比較鄉下的人 是會拿蝙蝠來吃的 更何況那個時候還有一些中藥啊 這些藥材還是用蝙蝠的大便做成的 所以人跟蝙蝠在古時候啊 這個距離可能沒有大家想像的這麼遠 那那個時候有沒有病毒從蝙蝠跳到人身上 搞不好有喔 我看了這個網路上的文章說 宋朝三百餘年之間 一共有四十次瘟疫 其中可能有一次就是 新的冠狀病毒從蝙蝠 跳到人身上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現在這張圖喔 冠狀病毒其實在人類身上 有四支已經是普通感冒病毒 小孩可能會有一些下呼吸道 或上呼吸道的這種 比較嚴重的症狀 但大部分都會好 那之後他在你的這一輩子 你可能就會反覆的得這些感冒的冠狀病毒 但這些病毒哪裡來的呢 八百年前這一支NL63的冠狀病毒 從蝙蝠可能跳到中間宿主 再跳到人身上 當時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人知道 但我相信跟現在 我們地球發生的事很像 可能有很多的老人家得到這個病毒 就死掉了 可能很多的小孩得了這個病毒 好像重症率不高 但經過了一段時間 這個病毒在人類身上就住下來了 變成每一個小孩都會得 然後他的這個長大以後 這個過程當中 每次得這個NL63的時候 都像小感冒一樣 兩百年前又有另外一支冠狀病毒 也跳到人身上 2291 從蝙蝠跳到馬 再從馬跳到人 也可以查查看 兩百年前歷史上有沒有也是有瘟疫 是老人家死得很慘 欸小孩沒事的 一百年前又有另外一支病毒 從老鼠跳到牛再跳到人 還有另外一支病毒叫SKU1 也是一樣從一些動物跳到人身上 變成我們現在的普通感冒病毒 但這幾年來 越來越多冠狀病毒想要跳到人身上 比如說18年前最有名的就是SARS病毒 它從蝙蝠跳到果汁裡 然後再跳到人身上 因為SARS病毒的死亡率比較高 發燒的機率也比較高 所以雖然那時候大家非常恐懼 但是藉由防疫的措施把它框住 最後SARS沒有成為我們人類常見的病毒 八年前又有另外一支冠狀病毒 它從蝙蝠去感染了駱駝 然後駱駝就咳嗽打噴嚏 我不是開玩笑真的 駱駝得到這支病毒 MERS這個病毒是打噴嚏流鼻涕 然後再傳給它的這個飼養的飼主 那這個過程當中 MERS也是因為死亡率太高 人傳人人機率太低 所以它沒有辦法成為 每一個人身上都得的冠狀病毒 而現在這支二代的SARS病毒呢 一樣它從蝙蝠想要跳到人身上 而它就想要成為一個普通感冒病毒 那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舉這個例子 從八百年到兩百年到一百年 這距離越來越近 那病毒是怎麼回事 冠狀病毒是越來越想要感染人嗎 我認為不是這樣 事實上冠狀病毒從歷史上 應該是不斷不斷的都有這種 從蝙蝠身上跳到動物再跳到人身上 這樣的一個事情 但是以前因為交通不方便 所以這一隻蝙蝠身上的病毒 跳到人身上 可能感染了一整村 那這個村民全部都感染了 可能有一些重症 可能有些死亡 有些活下來之後 就再也沒有其他人可以感染了 所以這隻病毒就被困在這個村裡 就結束了 這件事情其實在現在還在發生 之前有研究者就發現 雲南的山區有一些村落 這些人身上有一些 薩斯類的病毒的抗體 表示這個村落曾經感染過一些 薩斯類的這種動物的病毒 那他們後來活下來的人身上都有抗體 但是因為他們交通不方便 沒有跟外界特別的接觸 這病毒就停在這裡 就沒有再傳播出去了 但是歷史上告訴我們 人不只會走路了 開始會滑船 開始會騎馬 開始會坐車 到現在是開始會坐飛機 所以冠狀病毒從動物跳到人身上 這件事並不稀奇 但是因為現在的交通太過發達 在地球上任何一個人 都暴露在這隻冠狀病毒的風險 這張圖讓大家看一下 白色的點就是衛星定位有飛機在飛的點 你可以發現全世界有這麼多的飛機 在同一個時間在天空中飛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亞洲歐洲跟美國的區域 我們再來看看現在 全球感染新冠病毒人口的統計的這個紅點 你會發現這兩張圖 有非常非常重疊之處 飛機飛得越多的地方 就是新冠病毒流行越嚴重的地方 可能有人會好奇說 到底這個冠狀病毒 一定要透過一個中間宿主才可以跳到人身上嗎 不能直接從蝙蝠跳到人身上嗎 答案是有可能可以 所以有時候研究上面 我們真的也沒有辦法確定有沒有這個中間宿主 就像當年的蘇東坡 他直接吃了蝙蝠 或直接抓了蝙蝠 這個蝙蝠的病毒有可能直接到他身上 是不需要透過中間宿主的 所以順帶一提也讓大家了解最近一個新聞 就香港有兩隻狗 就是家裡養的狗 那個主人中標了 得病 然後就在狗身上也發生病毒 那這兩隻狗跟大家說他們都沒有症狀 也就是說他們沒有什麼咳嗽感冒症狀 但有一隻狗後來死掉 但不是為了新冠病毒死 他隔離完都結束了回家 因為他年紀太大了就死掉了 所以他的那隻狗的死亡跟冠狀病毒應該是沒有太直接的關聯 只是讓大家了解說其實這隻新冠病毒 他是有能力去感染其他動物的 但是我們不要因為這樣 然後就說狗一定會再把病毒回傳給人 沒有研究證實這些病毒會感染到我們的動物之後 再反過來感染到他的主人 目前是沒有這樣的一個現象發生 所以不要隨隨便便的棄養你們家的狗或者是毛 所以這堂課讓大家從歷史的觀點 還有病毒學的觀點來認識一下我們這隻新冠病毒 下一堂課我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新冠病毒跟流感病毒的不同 之後我也跟大家講講未來這個病毒的趨勢 還有怎麼樣去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如果你不想錯過這一系列新冠病毒的課程 也不想錯過未來有關育兒健康相關的話題 趕快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按下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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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幫équ